潘达利亚欢迎你 再会 据说神王拉斯塔哈 赞达拉的统治者 从一个完全由黄金打造的宝座上 统领着他强大的王国 在多年前 他坐在这个闪亮的宝座上 接待他最信任的先知 祖尔 祖尔警告拉斯塔哈王 未来会发生可怕的大灾变 因为祖尔在看到的幻象中 有条巨大的铁甲巨龙 用可怕的巨额咬住了整个世界 拉斯塔哈王什么都没做 过了几个月 祖尔回来了 带来更多关于预言的可怕消息 他看到无数的毒蛇 从海底的裂口中窜出 拉斯塔哈王还是什么都没做 最后在大灾变的数个月前 祖尔回来了 他把衣服撕开 把法杖丢在地上 述说他看到的地震和海啸 他叙述着赞达拉的黄金城市 在大灾变造成的海啸中慢慢沉没 当中的人们随着他们 准备的建筑 一起永远地沉入了海中 拉斯塔哈王对祖尔和他讨厌的梦叶感到厌烦 为了赶走这位先知 他让祖尔使用他最大的那些船舰 若他的预言属实 祖尔和他的追随者 就能乘船找到新的土地居住 而他的预言的确成真了 当死亡之一从大漩涡中飞出时 黑暗愤怒的浪潮将赞达拉的首都摧毁了 大地一分为二 很快的城市和他所有的宝藏 都开始滑入饥饿的海洋中 赞达拉的人民转向国王求救 但只有一个人有足够的准备拯救他们 先知足尔 在他们的国王没有作为时 这位先知组成了一支强大的舰队 看出来了吗 国王和皇帝真正的力量 来自于拥有帮助自己人民的力量 若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 他们只是把力量转让给了可以做到的人 这些人 白狐守护你 到时候 看出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需要無聊 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